我小时候可取得很走这种 当当当的 那写吧 OK 我写的是 这曾经的胆小鬼 希望从今以后勇敢坚定地做人 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保护身边的人 做一个拥有超大能量的小超人 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出去太早了 就是 自己一个人出去上学 就不敢太调皮 就永远想做一个 父母眼中的一个乖孩子 就从小的经历可能比较压抑着自己 所以到长大的过程中 包括其实因为自己的胆小 会导致我们俩中间错过了 几年的时间吧 几年的时间吧 其实我胆小的点就是 我觉得会有一些这样的压力 可能我也让他受过一些很多委屈 你家里如果你爸爸一直不同意你们的婚事 你会如何 那我可能就会比较犹豫 我觉得他可能也 在那个时候可能希望我更勇敢一些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吧 我现在有宝宝了 我觉得 只有我足够勇敢 足够坚强 才可以 让我的孩子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挺好 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支持到最后 支持到你不想做 第一次听他说这些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们可以不用错过这些年 但是 就是 我们也很感谢 错过的这些年 也许他也觉得亏欠 我也觉得亏欠 所以他能说这些 让我心里觉得 我们都长大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于我来说 我所有的安全感 没结婚之前都是 父母给的 结婚之后 都是你给的 所以 无论经历什么 只要 在彼此的身边 陪伴 携手 共度余生 这就是 最美好 最幸福的事吧 那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好看的风景 要和懂你的人一起看 就可以更加 美丽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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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 这个世界也越来越好 嗯 嗯 记上了吗 会被吹下来吗 应该不会 我记了死口 走吧 走 别跟他们说我哭了啊 有点做了做了老公 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哭了 那你把你墨镜戴上 上面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不要被前面几个下来的情绪打乱 真的吗 那 你不要相信他 我觉得一定是哭成不行了 没有 我赌你五秒钟 没有 绝对没有 你都还吸着鼻子呢 在那儿逞什么呢 我现在脑子有点疼 让我在这儿安静一会儿 啊 您在我这儿的口碑已经不行了 哈哈哈哈 所以来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要诚实地面对我 到底有没有哭 哭了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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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是不会骗你骗到底的 你要怂 让伊维哥多哭一哭吧 能让他哭 我都做不到 周圆盛会说 为什么要看我哭呢 看我哭又代表着什么呢 这节目要能够让伊维哥哭了 我跟你告诉你 这绝对是全中国最牛的节目 最牛 我哭能给你们带来快乐吗 没有 那我哭 哦 轮到我们了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的 我们尽快哈 没关系 我哭了 我哭了 我哭了